這個剛剛老師已經這樣玩過之後呢 我現在上課很少是坐著上課 很久不太多在上課 那我們現在這個是一個場景對不對 這個場景 那假設這是我上課場景 你可以按右鍵把它重新命名 比如說這是上課的 這樣子 那您可以在左下角這邊 您可以再增加其他的 比如說我有一個片頭的 有一個片尾的 那比如說我從這邊我按一個加號 這個是片頭 確定 有沒有發現這又是一個新的 一樣可以調整上下順序 所以如果說老師你一開始先做片頭 我先播放這個 然後呢 開始上課了再加一個片尾 你就可以把你常用的就安排起來 比如說我們找一張我們領東的照片 好我在這邊找一張我們學校的 假設您想用這一張 欸這個有點太小 這一張好 那我就把這一張把它直接存下來 OK那一樣的我把它放到這裡面來 所以我就從這邊 你也可以選擇 像我這樣就比較標準的 去把我的照片去選擇我放在哪邊 這樣是不是就進來了 那一樣的 您就稍微調整一下它的大小 好調整一下它的大小 這樣就可以 比如說這是片頭 那我們可以再加上我們學校的logo啊 對不對 這個logo你就要找 OGO 要找這個關鍵字 加上PNG 因為我如果這樣把logo放進去 很多是不是有背景圖的 那我必須要找那種透明的 怎麼樣才有透明的 您點看看喔 原則上像這一種就有透明 有沒有發現後面有這種馬賽克的 這就表示這一張的PNG 是有透明的那個效果 如果像我們剛剛這一種 這個就白白的 所以你到疊上去就是一個白白的 所以我點到這邊 或點這一張我記得也有 這一張也有 所以我可以直接按右鍵 我把它存進來 好那你存進來之後一樣的 我也可以用我剛剛的方式 直接用拖曳的 把它丟進來 有沒有我們這樣 這個地方是不是就 是不是去背好了 所以您在找圖片的時候 稍微留意一下 這個關鍵字 有兩個 一個是PNG 另外一個是SVG PNG我們一般會比較找到 所謂的點證圖的去背 那SVG呢 比較是屬於向量圖的去背 因為這兩個現在都是網頁上的什麼 圖片標準格式 一個是點證圖 一個是向量圖 當然不保證一定是去背的 可是因為他們兩個本身 這兩個都有去背的效果 所以您比較容易找到 就是用剛剛這個 稍微判斷一下 所以等於說 如果你開場是這個 那我開場完了 進到這邊 有沒有 我們馬上就進來這裡 欸同學又出來了 有沒有 哈哈哈哈 這樣您了解了 那等到你結束之後 你再增加一個 當然這個場景 你也可以用複製的 它這裡是不是有複製的 也可以 所以如果你想要複製一份 欸我這個是片尾 那你就可以把片尾的部分 看你是圖片 欸我想要換另外一張 你就找另外一個感覺的 好 這邊 哇這張太小了 好這個是我們網頁上的 好 我把它存下來 一樣喔標準的 我就從這邊 直接找 當然你要放影片 其實也是可以 好進來 但一個原則 您如果說真的圖片不夠大 最好是不要放太大 這樣是比較安全 比較不會變得那個很模糊 好那 那這個 如果不需要 我就把logo把它拿掉就好 所以您在這邊 開始準備上課的時候 片頭 講完 自己切過來 我們現在開始講 等到結束自己按下去 各位老師有沒有注意到 我在切場景的時候 它有做一個淡入淡出的效果 有沒有發現 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在這裡 當我在切場景的時候 這裡有一個預設的轉場效果 它會持續 300ms 就是0.3秒 所以老師如果覺得我切換場景的時間要稍微長一點 或者我想要有不同的效果 您可以從這邊稍微切換一下 這邊去改變一下 這樣子呢就有不一樣的 這樣OK嗎 那假設您這邊做好了 回家還要再來一次 是不是有點麻煩 所以這些場景的組合 您看上面這裡 有沒有發現 有一個叫場景群組 你可以匯入跟匯出 所以如果你家裡面 做一個虛擬正門 研究室也一個 反正走到哪裡都是你家 這樣你就不用說 啊 不好意思我還沒回家 不能錄影 沒有 隨便你 你在哪邊只要把這些東西準備好了 匯進來 就是一樣的熟悉 好 那這個部分呢 這樣不知道 老師您對 就是 OPS Studio 這一套 有沒有什麼樣的問題 需要看一下這邊嗎 看一下白板 嘿是 那個圖片 圖片 對 那個如果 用JPG 也可以也可以 用半後 或者去背的 欸 JPG是沒有去背的那個屬性 對 也就是說JPG 這種圖片格式 它一定是有一個背景顏色的 即使你把 用Photoshop 處理完了 你只要存成JPG 它透明資訊就會丟掉 我們要保留那個透明資訊 有兩種 一種是GIF 一種是PNG 可是GIF 只能去掉一種顏色的透明 就像Office裡面有一個Dy 有沒有 色違透明 跟那個一樣 它只能設一個顏色 但是PNG的話 它可以最多256種透明的程度 就跟我們一般那個 那個 RGB的圖片一樣 所以它有256種 所以你要做半透明 你看我們在這邊 老師有沒有注意到 我的這個桌子 下面有一個半透明 這裡是有半透明 這個就是要用PNG才有辦法做 你如果用JPG跟GIF 它就會看到那個白邊 GIF會有白邊 JPG是完全就是一個 它不會像這樣透明 完全會有一個底色 所以在那個PowerPoint裡面 其實它有區別的部分 有有有 它去掉的時候 我在PowerPoint 事實上是差什麼見 沒有試過 然後我就用這個 對 效果比較差 但是Office2013以後 它有一個叫去除背景的功能 那那個的部分 你如果把那張圖片去好之後 把它匯出來 它事實上也是PNG 就您如果習慣在Office用 您就在那邊做好之後 把它匯出 你可以按右鍵 它可以匯出圖片 它就會直接幫您存成 叫做可惜式的網路圖片 那就是PNG 好 那老師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請坐 我們在錄製的時候 我們要自己去 什麼東西 現在要到片頭 然後到場景 對 對 因為你是導播啊 哈哈 但是 老師這邊提到 倒是一個 我剛剛有提到 就是一開始說 雙螢幕會比較好 因為如果我這樣子 在做節目的時候 你是不是會看到我的操作 對不對 這樣感覺比較不是那麼專業嘛 哈哈 所以有沒有什麼方法 有 在這邊 您看一下 我們在右下角這邊 右下角這裡 您看到這裡 是不是有叫做工作式模式 這個 這個就是把我們上面的畫面分成兩個 如果你有雙螢幕的時候 在這一邊 會怎麼樣 一邊顯示一個螢幕的畫面 比如說老師 您可能我用左手邊當作是我主要的廣播畫面 右手邊是我的 右手邊的畫面 是我 放這個 OBSS 軟體的畫面 這樣我廣播出去 我就用這個畫面廣播出去就好了 右手邊是我的 好像是 我們講的後台控制一樣 這樣老師您了解我意思嗎 因為我現在只有一個螢幕 所以 沒有那種效果 但是你有兩個螢幕的時候 這裡可以顯示一個螢幕畫面 右手邊顯示另外一個螢幕的畫面 那真正我們在錄影或廣播的時候 你可以選擇就是 我只有其中一個畫面出去 這樣老師有了解意思 就是如果我在假設這樣 因為我們現在這樣看不出來 有沒有發現 我這裡是我現在在講的 可是我左手邊 有沒有在做轉換 真正廣播出去 在錄影的時候是錄這個 左手邊這個 他就不會看到我現在 操作的這個畫面 這樣會感覺起來 比較專業一點點 現在我都不好意思站起來 因為這樣人頭會被切到 只好坐下來 這樣老師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你看我們這樣直接做這個 這個藍綠幕的去背效果 應該還不錯吧 OK嗎 OK我們就要講 其他輔助的工具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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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每 był 谢谢观看